主料,斑压0.25枝,老蒸一大块,主料,中央包一包,包梨菜两片,麻油,米酒,盐,冰糖,头起酒,草果一颗,橇皮一块,薯笛一块,丹龟一块,大身两条,川胸一块,黄芹五块,香叶两片,包起子,红枣八颗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 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斑压洗净切大块,老蒸切成长条,锅中入黑麻油,以小火爆香姜条,成金黄尾做冒食,捞出姜块备用,再把斑压块放入锅内翻炒,炒卷牙块里面的油出来,表面成金黄色,把中药放入沙木包里,再将炒好的姜条,压块放入冷水锅内,倒入米酒,放入中药包,大火煮开后, 转小火煮月一小时,用筷子插掉拦了即可,在不昼五的锅中加入盐,冰糖,姜泥调味,最后放上少量的高粒菜略煮,起锅前淋入少许沟旗酒,即完成此道料理,没有可有蛋味些的酒代替,烹饪技巧,新老姜虽然是姜母鸭的主要食材, 但是经过煸炒,以及炖煮,香味难免会流失,加入姜泥可以使汤口香味十足,新包菜台湾较高粒菜,我在想放这个菜的原因,可能是因为压汤太油了,放点菜可以吸油剪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